人与人合不合,就一个字,人与人之间,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种关系,有人说,一化一世界,一世一成缘,人与人合不合,就靠一个字,缘,已有缘,不必讨好,毕书敏说,我们的生命,不是因为讨别人喜欢而存在的,人的一生,要遇到许许多多的人,有的原深,有的原浅,想和谁都熟络,那不可能。 聊得来的,多聊几句,也许就成了一生的好友,聊不来的,平淡相处,就做个普通朋友,没必要可以为了让关系上升一步,去一逢迎,委屈自己,不必要浪费精力去讨好谁,这世上每个人,不可能都成为你的朋友,人和人相处,最舒适的状态,就是谁也不讨好谁,在彼此面前依然保持自然。 我不用谄媚你,你也不用奉承我,平心相处,彼此心照,人不可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,也永远活不成让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。 有的人来,来者不去,有的人去,去者不留,一定会有那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,在他面前,你可以大大方方做自己。 何得来的人,不必讨好,缘即是自然,二无缘,不必抢求,施云,知我者,为我心忧,不知我者,为我何求,悠悠苍天,此何人哉? 何得来的人,你的一举一动,他都能领会你的心意。 何不来的人,即使你费尽唇舌,也像鸡同鸭讲解是不清。 有些人何不来是命中注定,既然无缘,不去勉强,留三分余地就是最大的善意。 不懂你的人,解释无意,不爱你的人,强求无意,不在乎你的人,执着无意,别把别人太当回事儿,没有什么是非他不可的事情。 人一辈子谁还能没点而遗憾呢? 苏是有词道,远有悲欢离合,愿有殷勤缘缺,此事骨难全,把错过的放下,才能不错过将来,失去就是失去了。 该散的散,该远的远,岁月似沙漏,溜走的你拦不住,陈殿下的不用拦。 该是你的,迟早是你的,不该是你的,永远不是你的。 何不来的人,不必抢求,无缘亦是自然。 三随缘,开心就好,清代小说家李渔,在小说十二楼中写道, 大敌有缘人,偷偷相遇,费尽造化苦心。 无缘人,偷偷相作,亦费尽造化苦心。 俗为有缘,造化弄人,有缘的人,总有种种凑强,无缘的人,却每每错过。 但无论有缘无缘,都是造物主费尽心思的结果,非人力能为。 有人说,人在世间走一遭,终归是个过客。 既然过客匆匆,欣赏沿途风景即可,又何必对境其心? 欲试执着。 你拥有的,便去珍惜,不属于你的,不要觊觎,弃你而去的, 不值得伤心,不离不弃的,才要相守相依。 若是真情,自真情相待,若是假意,就趁早离开。 不论你承不承认,甘不甘心,很多事都不由你做主。 随缘不是消极闭事,而是看透人生的智慧与豁达。 人用前半生,求,不得,人用后半生,求不得。 求,不得,是努力争取,奋力拼搏,宁理有则得,宁理无则不得。 求不得,是繁华过尽,来去随缘,人生本无所得,都是因缘而已。 不得才是得,得一颗随缘妙用之心。 庄子曰,致人之用心若静,不将不赢,因而不藏,故能顺悟而不伤。 人像镜子一样用心,那么来者可以照见,去者形影不留。 一切皆随缘,万物不可侵。 懂得随缘,就能活出个逍遥自在,人生如戏,开心就好。 合得来的人,自然合得来,合不来的人,也不必强求。 有缘时随缘,好好相待,无缘时随缘,静静送别。 不念过往,不畏将来,愿你余生,一切随缘。